有个人觉得你们桃子真的不错啦 反应很快 特地的哦 这个单元我跟你讲 只有曹蒙啊 什么曹蒙多红啊 还有谁绝对 只有他们能上 我们是特地清点你们来上 谢谢谢谢 然后就赶快赶去了 然后就等 等了五个小时 那也没关系 等到就好了 然后就两位主持人来 那时候是杨凡大哥跟胡八大哥 来了 来了的时候 啊 干嘛 演短剧 然后他们就自己惹剧性 因为他们很厉害嘛 自己也会编短剧 然后就惹完以后 你待会就蹲在这里吃甜不辣 就有个桌子 他就蹲在那里 我说那然后呢 就蹲着就好了 所以所有的戏都他们两个在队 我只在那边吃甜不辣 然后两个搭起来了 在闹 然后我还要搬着桌子跑 去挡住他们两个钟 就这样没有一句 没有说话 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相信曹蒙也会觉得 是个很好的机会 可是你不觉得 就算是这样子 会不会说 然后反正或者胡瓜 他们会对你留下一个印象 起码破检你的人脉 会不会我们都觉得 是一个恩典 谢主恩典 对 所以 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但只是就是说 好吧 这是必经的一些过程 是吗 不是 对 是 对 小时候很奇怪 你们家不是军人 可是你住在眷村是吧 对 因为没钱 那北上来租房子 就只好租眷村 比较便宜 对 那去教堂 也不是因为信教 不是信教 是因为我爸妈没时间陪我 然后再加上五块钱 暑假就有红茶跟饼干 谁不去 打了啊去一去 五块丢给他 然后就一直吃啊 所以 这个都很奇怪 很矛盾 对啊 所以那时候 就唱歌就觉得很有趣 唱歌 所以那时候主持 虽然很好 你知道我常常做噩梦 其实我 我包括在 《非比寻常》 那样专辑里面有写 我说我常常做噩梦 醒来梦见自己不能唱了 那是好恐怖的 像恐慌 梦见自己哑了 因为那时候主持很多节目 还有一个最恐怖节目 叫好彩头 一天录六集 每一集都知道 那叫什么 什么东西 什么 彩一个slogan 好彩头 好彩头 有看头 耶 来把招牌进去 我们来对面进来 哪些队伍 然后队伍都会这样 哇 你就是要盖过他们 因为PA已经没有用了嘛 什么啊 西洋过山 大高中 起床 满在地零游戏 多少钱 多少钱 你知道 这样下来哦 那个喉嚨非常痛 所以我那时候想 我玩了 没办法 没办法唱了 对啊 好彩头 那时候一起主持是谁 奇态 奇态哥 对 所以那时候主持的量那么大 一直在耗损的时候 我就想 完了完了完了 是不是一辈子都不能唱 其实是很害怕 而且很想回到唱片圈的 你自己有感觉到 在娱乐界里面 得到掌控能力的程度 是决定于你的 权力的大小 奏红的程度 对 绝对是 所以你第二张唱片 能够玩得比较高兴 是因为你努力 培养了你在娱乐界的实力吗 不是 那时候我觉得 我要感谢很多人 包括像吴玉康 那时候他在 企划我的唱片 我想他们背后 有很多辛苦 他一定去跟老板 说了一些 你让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他又必须到 录音室来说 桃子不要over太过 你知道吗 他也只会让我玩 但是说 不要太多 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们很自恋嘛 我想每个人都自恋 都认为 我就好好听哦 什么 怎样 你这么没头啊 你不懂啦 我觉得很多艺术家都这样 那更何况 我其实我也没什么 音乐才华 那我还要这么坚持 就难免令人讨厌 但是那时候 我觉得吴玉康帮我很多 包括现在在风华的 这个彭树秋小姐 他们其实都给我很大 然后张雨生在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啊 然后做完他们进来 然后不晓得怎么开口 因为我想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判断 当然你要玩也要让市场接受 可是他们又愿意让我们玩 所以其实他们那几年我想也很挣扎 但我真的很谢谢他们 陶晋云在主持工作上面的第一个节目呢 是当时行风他们所主持的经验来抓狂 陶晋云扮演的是外景主持的角色 好像出来讲要出到中国大陆去啊 对 那时候第一次去就去大陆 而且想看看那时候是90年过年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状况还不是很明朗 所以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就说拍摄上麻烦是很多 麻烦是很多 我们甚至有碰到就是有一次从石家庄要回那个北京 河北北京吧 的路上我们都是坐那个小小的巴士 有路障军人 停 就一个人拿个枪 停 然后我就吓到 然后想他就拿个枪 上来耶 从头那个枪就这样扫过你脖子 这样收收收 然后说到宝殿 什么东西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辆车我喜欢 你现在载我到宝殿 然后当时好像有中央电视台的人陪我们 就马上 我看他马上从口袋拿出好厚一叠人民币哦 把他拖下去 然后跟他讲 在台湾电视台啊 我那时候就吓会了 这是什么地方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